大家好 歡迎來到協恩的Bangman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總共有A part B part 2 part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他就說 Give and Dad 這句也重要 先拿一支黃色按鈕 就是P versus directly as Q and inversely as R square 中衛同學就是這句 P除 Q 正變 且除 R 二次反變 擺明這次在玩一個叫做 Join Variation 亂變 可以嗎? 所以在這裏 等下 如果你黃色那段文字 你要轉回數字出來 如果你轉不到數字出來 你不懂得轉 也要祝你好運一個好走 可以嗎?明白我說甚麼嗎? 所以在這裏 繼續看下去 就說 When P 等於8的時候 And Q 等於4的時候 R 等於2 即是他在給一堆一組的資料 等下去 好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A part 先看A part 他就叫你Express P 就是 In Terms of Q and R 好 拿張答案子出來先說 A part 由於剛才黃色的說話 就是 P 除 Q 正變 且除 R 二次反變 英文就是 P whereas directly as Q and inversely as R 二次 可以嗎? 所以我們立即可以搖身一邊 你給我 我就立即寫一條數字出來 就是 P 我們要先轉到這個 轉不到就沒得玩了 OK? 就是 Whereas directly as Q 所以就有一個 K 在這裏 K Q OK? 就再 And inversely 即是玩反變 即是優法 所以這裏有一個分數線 優法什麼呢? 就是 R 二次 所以下面就是 R 二次 好了 都不要太迫劫了 我退開一點點寫 呃... 這裏 OK? 而事實上 你就要告訴別人 R 那個 K 是什麼來的 全條數都沒有說過 K 是什麼來的 你要告訴別人 就是 Where 如果用文字演繹 就是 Where K is a constant 中文就叫 移個 K 為一常數 當然啦 你不用寫得那麼足 Where K 不等於0 我就可以 我喜歡用這個多個文字 OK? 那這句 這個數字 完完全全是黃色的句話 譯出來的 譯不到就完結了 OK? 我們給了一組資料 就是 When 那個 P 是等於 8 的時候 And 還有那個 Q 是等於 4 的時候 OK? 那那個 R 其實就等於什麼 就是等於 負二 中文的同學 就是當 P 是 8 還有 Q 是 4 的時候 那 R 就是負二 對不對? 那我們就把數字拼回去 那 P 是 8 當然會按下這個位置 那 Q 是 4 那 就按下這個位置 另外 R 是負二 就按下 R 這個位置 那所以其實簡單一點說 就是 8 就會等於 K A 再乘以 Q Q 就是 4 就再 Over 下面是 R 二次 所謂的 R 其實就是負二 就是整個東西的 2 次 那所以其實整個好看 那就是說 左邊有個 8 照寫 而右邊就是 上面是 4K 而下面就是 Over 那下面是負二乘負二 就是負二的 2 次 就是負乎的 2 於 4 就是 Over 4 那 先轉接筆 那 上下也有個 4 不如我們又約了它 那 約啊 約啊 那 最後呢 那 這些位置 沒有變成 1 那 所以簡單一點說 那 這裡 K 乘 1 1乘 K 即是 K 那 下面就是除 1 那 所以不用管它 那 所以等好左右兩邊 調轉寫的情況下 其實 K 都呼之欲出 就是 8 那 所以其實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那 A part 搞定 就是 P 會等於什麼 來的呢 就會是 K K 就是 8 就是 8 就是 8 Q 然後再 Over R 的 2 次 那當然這個就是終結答案 OK? 整件事搞定 那 如果可以的話呢 B part 我們在這裡做 因為都有一些位置 對吧? 看看 B part 它問什麼 等下 B part 那 它就叫你 Find the values of R 就是 R 那個 P 等於 16 And Q 比 R 等於 4 比 3 那 我自己就這樣想 不如拿一支綠色highlight給你 好嗎? 什麼叫做 Q 比 R 是 4 比 3 那 不如拿張答案出來才說 那 如果你問我 Q 比 R 是 4 比 3 的話呢 我就立刻有個合理寫法 就是什麼來的? 我就立刻 Let 中文的同學等我一會 Let的 Q 是 4 M And 那個 R 就是 3 M 好啦 那你就會問我 M 是什麼來的? 整條題目都沒有的 這些 M 其實就是 Where M is a constant 那些 M 呢 以 M 為一常數 那當然啦 你可以這樣寫的 合法偷計 Where M 不等於 0 就OK 因為 Q 比 R 是 4 比 3 那 如果你 中文的同學 就是切 Q 是 4 M 及 R 是 3 M 而 M 不等於 0 OK?可以嗎? 先譯給你 不好意思 所以說真的 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呢? 如果你告訴我 Q 比 R 是 4 比 3 那 如果我叫 Q 是 4 M R 是 3 M 你約了 M 之後 不就是 亦都是 4 比 3 那我當它是 exact value 這樣玩 這個就是 K method 不過你不要用 K 你用 M 因為如果你用 K 的話 Q 等於 4 K 就撞了這個 K 是吧? 不要撞符號 好啦 那我們猜回它 你給我的嘛 就是 when P 是等於 16 M And 還有 條題目是 given的 就是 Q 比 R 就是 等於 4 比 3 那我中文的同學 就是當 P 等於 16 M 及 Q 比 R 是 4 比 3 的時候 那我給你一個卡拉利 Q 比 R 就是 4 比 3 就是綠色那邊 而事實上 綠色那句說話 Q 比 R 是 4 比 3 其實就可以轉為這個 那我轉去做 exact value K method 所以在這裏 我們就加上去 陳歸 陳肚 歸 肚 就是 P 是 16 就加上這個位 好了 Q 是 4 M 那你就加上這個 Q 位 而 R 等於 3 M 當然是加上這個 R 位 所以其實簡單來說 就會是 16 就會是等於 就是 8 成 Q Q 就是剛才在上面說過 加上它做 4 M 對嗎 就再加上去 下面 那下面是什麼來的呢 當然就是 3 M 因為 R 就是 3 M 就是整個東西的 2 次 而事實上 在這裏繼續做久的情況下 左邊是 16 我照射 上面就是 8 4 就是 32 所以就是 32 M 再加上去 下面 就是 3 M 整個東西的 2 次 就是 3 M 乘 3 M 就是 3 M 乘 9 M 的 2 次 而事實上 上下也有些東西要約 不如我們先約 這裡 M 和 M 約 1 個 所以簡單說 這裡上面變 1 下面的 2 弱走變 1 M 的 1 次 就是 M 所以我調過去 9 M 整個除 9 M 調過去變成 9 M 所以就是 144 M 所以就是 144 M 好 就會是等於什麼呢 剩下的上面就是留在這裡 就是 3 乘 1 就是 32 而事實上 最後我就把 M 留在這裡 把乘 144 調過去 就變成 144 所以其實就是 32 M 再加上 14 M 14 M 32 和 144 M 可以約的 不如我拿 16 M 去約 上下也用過 16 M 所以要約就 剩下的 32 除 16 M 就是 2 M 而下面 14 M 除 16 M 其實是 9 M 所以你也不難發現 其實 M 你也看到的 就是 2 over 9 為甚麼我要找 M 無端端找到 M 做甚麼 M 就是 2 over 9 那你發達吧 別人的題目會問你甚麼 就是叫你 找 R 的值 那 R 是甚麼 記得嗎? R 就是 3 M 那你只要把 M 押在 R 等於 3 M 那裏 那你便找到答案 那你便找到答案 那所以 clearly 那我就會說 那 R 其實就是明顯地 中文同學 明顯地 R 就等於 3 M M 就是 2 over 9 剛才也說了 在上面 所以你約一約的情況下 你不難發現 3 1 如 3 就 3 3 該 9 那所以其實 約一約它 那所以這裡是 1 那 3 3 該 9 所以最後喜歡的答案 都呼之欲出 其實 R 是多少 那當然就是 換言之 那 R 其實就是 2 over 3 整件事搞定 OK? 行不行?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OK? 好了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好 那就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